第四輪發表意見的是黃均達先生 潘月蓮女士 吳萬強先生 劉建成先生 和李傑兵女士 現在先請黃均達先生 王先生請舉手 在右手邊 最後一項 在表達我對於這個體股機制的意見之前 我覺得 今天 今天見到 有其他黨派的人士 做了這麽可恥的行為 我覺得非常可恥 今天是香港 主席 這麽可恥 這麽可恥 但我有個問題想問局長 現在有四個方案 如果大家都不喜歡這個方案的時候 會不會有第五第六個方案呢 會不會再一次 要和這麽可恥人妥協 要有第四第五第六個方案呢 希望你答得我 好 多謝黃先生 請潘月蓮女士 潘女士 似乎潘女士不在現場 那我現在先請 吳萬強先生 第一項 專結的局長和處長 和各位與會者 與會人士 今天呢 釋逢9月1號 開學日 那我 真是很為那些教育工作者呢 是難過的 因爲他們這麽辛苦的工作 教育下一代 但我們的社會風氣呢 竟然是有一些人士呢 去這樣教導我們的下一代呢 令到他們 學習到一些不良的風氣呢 我覺得真是難過 好 我非常之贊同方案2 我是支持方案2 這個比例代表制呢 其實很簡單去表達 就是說從一屆選舉裡面的名單 依罪去填補的時候 這個在邏輯數據上是有一個依罪 其實應該是得到選民的贊同的 我想表達 關於2010年年初 有五位議員這樣變相供求法 我覺得是很不應該的 這個是浪費公帑 浪費我們社會的資源 這個是不對的 我們必須堵塞這個漏洞 謝謝 現在請劉健成先生 各位 大家好 我有幾其他的意見 其實我認為在這件事裡面 有很多是出於選舉權 或者是被選舉權的爭執 其實我自己認為政府可以只是針對那些辭職的議員 不允許一些議員進入立法會之後 是用一些政治的理由來辭職 我認為可以設立多重的關卡 例如第一 是嘗試去修改議員的誓詞 第二 如果他要辭職 希望是經過全體三分二議員的通告 第三 是要承諾立法會主席的批准 第四 是用辭職的議員 是不能夠在完成任期 突然間 突然間用政治原因而辭職 要向他的選民公開公開公開 從選再當選的議員 我覺得他應該是自己 是要付出自己的財政的實力 我自己的大膽的建議 就是在他再當選的時候 是不應該再生進 因為我們的選民 去談戀給這位議員的時候 我們很希望 我們的選民很希望 這位議員 能夠達成我們選民的期望 去復望 去整個任期 因為 我相信我們的議員 和我們每一個選民 都是愛香港 為香港去復望 因為我們 我相信今天 有不同的聲音 大家都出這件事 大家都愛香港 我們除了是一個香港人之外 我們更加是一個中國人 而中國人的大陸美德是甚麼 就是要尊重 多謝各位 請李潔冰女士 不能選的回大陸 不能選的 回去那裏按下 一國一制 你這樣看 各位 各位姐 我就是一個家庭主婦 不能講太多政治的事 但我就是支持政府的方案 希望辭職的議員不能當作浪費了我們自民的金錢 除了這個方案之外 我也支持方案議員 就是由那張名單裏面的最高票數那裏替補 是好的 我說的是我去看吧 同時我都希望這麼多的不清人做事要暫時 很多謝李律師 我一請局長就剛才第四輪發表了的意見作一個回應 黃先生 你剛才說我們香港的民主呢 好 我繼續說 小剛才記得她去下力給她 請問當時我不預計為她 謝謝您提問所以啊 zien我們相信民主啊 смını 禁止民主 是有機會 11月6號已經有這個區議會的選舉了 有這麼多警察 警務長 分責官員有這麼多警察 好 我們繼續說回黃先生 你剛才說我們香港的民主制度 是大家應該 我認為是要互相尊重 大家如果是有意見是不合的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可以暢所欲 在議會之內 亦都可以大致辯論 但是關於你問的問題 我們除了這四個方案 會不會有五個方案 六個等等 我想跟大家說 我們不排除會調整我們原先提出的方案 但是最緊要的 這個是要有效 要在立法會裏面有足夠的支持 而市民亦都看到 這是可以堵塞漏洞的 至於吳三 你就認為我們這個方案二 是你會支持的 這個是我們研究底下 是比較徹底的一個方案 但是最終我們採納什麼方案呢 確實是要再研究一下先 而劉先生呢 你是比較有創意的 你說這個議員呢 他應該如果要請辭 就要三分之二的全體議員多數通過 立法會主席來批准啊 還有他的細節都要改啊等等呢 這一點呢 我要跟大家講講 在《基本法》是沒有這一種的規定 雖然這個想法是比較有創意 但是我恐怕是難以落實 我們依然是要透過我們符合《基本法》的條款方案 來處理這件事的 而李傑兵女士 你特別講呢 是說你支持《方案一》 而請辭了議員 你應該反過來參加這個補選 我想和各位議會人士 包括呢 反對我們看出這個提告機制的議會人士 你們是黨派 你要做政治 你要參選 家庭主婦的意見呢 其實是反映港大市民的意見 往往是這樣的 你們要尊重 不過 美女士 到底呢 我們是用《方案一》 或是其他的方案呢 我們依然要執入 我們現在是抽出了第五輪的朋友